娱乐转圈圈 其实爱豆演戏也没啥 不过大部分的爱豆都不是科班出身 他们明显要更加适合唱歌跳舞 不过对于爱豆们来说也是没办法的吧 毕竟打歌舞台不多 想要增加知名度 演戏就是最好的途径 于书星首部填宠剧官宣 所以大家才会吐槽现在 爱豆演戏很辣眼睛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爱豆都不行 毕竟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 像是《子九女团》中的成员于书星 在出道后的只要方向就是演戏 当然他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他本来就是科班出身 而且之前就演过好就几部剧 以他的演技和颜值来说 至少演偶像剧 还是能让大家有很强的代入感的 而就最近于书星的首部填宠剧 终于官宣了 该剧的预告一官宣立马 就有了很高的热度 毕竟于书星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这部剧就是《月光变奏曲》 该剧是于书星和丁允熙主演的 该剧根据青美的小说《初里来了改编》 在4月27日这天 官方终于官宣了首支预告片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男女主的物料 真的是让人特别期待了 男女主之间 太有CP赶了《月光变奏曲》 这部讲述了《星境大神》周川 一向宣称网络时代 编辑已死 不料却遇到出入茅庐 原月社小编辑出里 女主不但对天对地对大神 周川还意外发现 她居然是自己交星多年的线上 网友侯子军 之后两人献上献下相爱 相杀火花四射 携手作书 共同成长 慢慢彼此产生感情的故事 听起来就已经觉得很甜了吧 而这次《月光变奏曲》 公布的预告就更甜了 就连官方的文案都是《月光四亿》 甜对开课 我们可以看到 预告里有很多喂东西 扑倒的画面 于书星的造型 基本都是年轻小女生的打扮 一套比一套可爱呢 发型也是非常的多变 在这样的偶像剧里 肯定是少不了女主 摔倒在男主身上的片段 虽然是挺老套的 但不得不说真的是挺甜的 毕竟两个人的颜值都很高 而且还特别的有CP感 从预告来看 于书星的演技还算是挺自然的 毕竟这部剧也算是 她的本色演出了 她真的很适合 这种小女生的角色 毕竟她长得就是甜美的感觉 而且又很有那种百搭的CP感 当初在《下一站是幸福》中 她只是出演配角 就已经圈粉无数了 对于很多于书星的粉丝来说 其实更想看她演戏 毕竟许多粉丝都是在她演戏的时候 入坑的 光看预告就很期待 至于男主丁雨昕 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毕竟男主本来也就是凭借甜宠剧 传闻中的陈芊芊走红的 当初陈芊芊这部剧虽然是小成本剧 但丁雨昕的演技就已经很让人惊艳了呢 毕竟在陈芊芊之前 丁雨昕在《星孝傲江湖》 《八分钟的温暖》《韵色过浓》等剧中 就已经有很不错的表现了 还有爆料称 月光变作曲 很有可能 5月20日 这一天与观众们见面 虽然官方还没官宣 不过一般来说 只要官方微博开始放预告 那就离播出不远了 毕竟这种 具有很被官方看好 早早的播出 也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大家对此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